现在他没有固定在下方 所以你变成你要往下移才可以看到 如果delete掉他变成在上面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他如影随形 一直都在下面的话 不过各位如果使用过 相关的App也有大概类似的功能 他会一直都固定在下面 怎么固定 一请你特别注意 去选取那个不是NetBar 请你选取Footer 因为你要固定的话是整个Footer 整个Footer要做什么呢 记得选到Footer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点这条线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你选到是DataRaw等于Footer 这个区块就是那个你的什么 页尾的部分 那你只要把页尾做一个动作 叫做Data什么呢 P开头Position Position这个Position就是他的位置 就是他的位置呢 你把它改成什么 叫做Fix Fixed 就是固定 你把它固定了 意思是说我固定在那个地方 Fixed 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再切到即时你会发现 他会自动怎么样 会跟着 你往上他就往上 你往下就往下 反正他就会跟着跑就对了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如影随形了 OK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将来 点击那个绿岛机场 南辽鱼港 等等这四个 我也希望他的下方有没有 也能够有一个什么呢 Netbar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 刚刚做的这个区块 很简单 Ctrl C 不过特别最后确定是 那个什么呢 是选举这个范围 然后呢 Ctrl C 之后的话 请你注意一下 点击哪里呢 点击 绿岛机场的 这个 Footer 到Footer 把它怎么样 贴上就可以 切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成功 如果应该没问题的话 他会如影随形 但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假如你没有加那个 像绿岛机场 如果把那个Fixed 这个 这个拿掉的话 比例着掉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 停在哪里呢 停在这里 他就不会什么 跟着那个 所以这个Fixed 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 如果 每一只手机的大小 都不一样 那如果 你可能调整了一个 适当的位置 但是可能在这一只手机OK 可是另外一只手机 他乱跑了 就跑到别的地方 所以 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直接把它Fixed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他就直接 所以一样的方法 那就把这一段 你就选取这一块 Ctrl C 记得选的时候确定 一定要是 Data Raw是Footer 到结束的Footer 然后怎么样呢 再去找到下一个页面的页尾 一定是Footer到 Footer DIV结束 怎么样 贴上就可以了 其实你只要精准 说真的做这个东西 其实还蛮容易的 不过前提就是要精准 如果你实在是 不够精确的话 处处都会是问题 只要你没做错任何动作 你会及时看一下 点进去 有没有 马上跳 南鸟鱼港 跳 不过 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电脑 更新速度比较慢 所以如果你在手机上 比较不会看到 好像有个东西 突然掉下来的感觉 有没有 那如果在手机上 因为手机现在都 至少都四核心 八核心 所以一跳出来 马上就固定在那个位 你根本 毫 无察觉到 它的变化 这样子的话 分别就可以有这个效果出来 但是你 到这边切来切去之后 发现一个问题 上面怎么样 回不去 那除非用上一页 所以我们会希望 能不能在这上面多加个home 回首页 有没有 做法 不是102app那个回上页 因为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回上页 回上页是什么 直接在 这个绿岛机场这边 整个page选取 他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叫 Data add 有没有 这个回上页 为tru 那你可以 再及时看一下 绿岛机场就有一个back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不是要这个效果 我不是要back 我今天是要home 回首页的话 所以呢就不是这样做这个之前做的方法 我们换一个方法 我希望让他有一个效果就是 回首页 这个效果大概给各位demo 要换成另外一个 切过来 就类似长 这个样子 一个 回首页的按钮 OK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呢 第1个 可能要注意一下 把它切回来 1 请你在 绿岛机场的 页手 因为他是在页手的地方 所以你找到页手 选取他之后 可是这个home的部分有一个问题 你选他 记得是要把标签选到哪里呢 选到 这个是 H是标题 标题4的 后面这里 所以你从这边选不到这里 记得要把它切到 他的程式的那个什么呢 H 结束的H4外面 打一个home 好 那这个地方再切切过来 就打一个home 关键在这里 切到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这边有个home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第1件事 按下这个home的时候呢 他可以回到首页 所以我需要第1个 就是在H4外面先做 1 2的话呢 在这边 下面做什么 超连结 回到哪里呢 回到home OK Enter一下 进home 意思是说我要连到home 那你现在看一下即使这个效果 它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有一个home按钮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我们 会需要点击他看看 有没有办法连回 可以连 可是 这个效果还差两个步骤 什么步骤 1 这个不要是文字 2 把它变成图 所以做再做两个动作 这两个动作的话 怎么做 特别是 1 我把它切回来 在这个home上面呢 把它改一个叫data icon 图示的话一定是icon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home home这个地方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把它即时看一下 他就会是一个home的一个图示出现了 但是呢 我如果不希望文字在旁边的话 那你还可以再做一件事 就是把那个 这个icon的下面一个叫 不是 应该 icon position 把icon的下面这个叫icon的pose 这个就是他的 icon的位置 那 基本上他有好几种选的方法 你可以把icon 预设在左边嘛 那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 没有文字 有没有 icon的位置里面 有一个叫 我 不要文字 叫notice 你不要文字有没有 选取他之后的话 那我们再切回即时 看一下 效果就出来了 点他一下 home OK 那也就是说你做好一个之后的话 请你再把它什么 copy 到哪里呢 到底下的 所以copy的方法就是 比较快的方法 我习惯是 先选他一下 确定他的位置 那从哪边call呢 从 结束h4的这个地方 然后一直到哪里呢 到那个我们的 哪一个位置 到这个 a a开头 到a结束 这一段 没有 你把它做一个ctrl c 复制 或称是应该是怎么 直接 不过直接复制好像会失败 比较容易失败 我是建议直接从这边ctrl c 切到南辽鱼港这边 这边点一下 没有 在他的h4外面 这个的结束h4外面 贴上 然后再来就是南辽鱼港 再来就 这个海参坪 然后外面这边呢 把它贴上 然后再来就 昭日温泉的外面 昭日温泉这边点一下 h4的外面 把它贴上 好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完成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做出 我们要效果 绿岛机场 hong 南辽鱼港 hong OK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我需要做到的 就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每一个每一个 这样就OK了 所以 大概今天的进度 大概就这样好了 所以我们 把那个 最终最后的重点再回顾一下 刚刚讲 1 把底下的这个做什么 记得 在footer上面 选取 footer 把它怎么样 做fixed 所以特别说 刚刚1 把这个 我们的footer 记得一定是 data如果你要确认 是不是在footer 是 改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改完之后 把这一整个复制 贴到底下 page1234 这样的话 我们每一页都有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个 多加个home 做法 1 一定是在那个 我们的 h4的外面 先打一个home 然后呢 做超连结 做完超连结之后的话 再去增加 那个什么icons icons的部分呢 做no test 就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今天大概就是把那个106App 大概做完 长这样子就可以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基本上 会有 这个练习的话 主要 第1个就是 ListView 除了 有那个清单之外 还多了一个叫ListDivider 上面会有一个 好像 一个 签到里面的那个 清单的名称 另外呢 把它做成一个圆角 就是叫 DataInset 等于True 再做一个 影像地图 所以可以做超连结 另外呢 底下再做一个Netbar 并且把 所有的Netbar 每一页每一页都有 最后的话呢 就是做一个 所谓的那个 Home的一个icon Home的icon 记得这个 就是可以连到首页 OK 所以请其他的部分 我想细节 请各位试一下 把106App部分 分别就完成